我们都知道,俄罗斯是目前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它的国土面积以下均不包括领海,达到了1709.82万平方公里,我国约是963.40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俄罗斯比两个中国的国土面积都差不了多少了。 这真是一个路上巨无霸,俄罗斯,我们再来看日本,日本的国土面积约为37.79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俄罗斯的四十五分之一,中国的二十五分之一,还没有我国的云南省约为38.33万平方公里,我国的国土面积虽然没有俄罗斯和加拿大大,但整体上处于中纬度地带,气候相对已远,适合居住。 而俄罗斯和加拿大整体纬度偏高,气候条件要恶劣得多,所以从国土质量上来看,我们无疑更占优势,亚欧大陆,这不得不感谢很多年前的那次大陆板块大冲击,受到挤压而隆起的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使亚欧板块东面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生存环境。 在那里,孕育了我们古老的华夏文明,我们再来看世界的人口排名。 目前全球人口数量超过1亿的国家有13个2018年1月数据。 其中,中国当然还是排在第一位,俄罗斯排在第九位,人口数约1.44亿,日本排在11位,人口数约1.26亿,两国人口相差仅为1800多万。 用几个日本人,人口到底是多好,还是少好? 这个没有统一的答案,它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来衡量相对应的人口数量,是何?才是最好。 我们来算一算,日本和俄罗斯的人口密度,俄罗斯为8.8人每平方公里,而日本则达到了347.8人每平方公里。 相比之下,日本是多么的热闹啊? 不仅日本、东北亚的朝鲜和韩国,人口密度也分别达到了211.7人每平方公里和513.2人每平方公里。 韩国比日本还高,这种现象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 这当然和历史源源有关系。 东亚四国中国,韩国,朝鲜,日本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受季风带气候影响,干湿均衡,气候宜人,和干旱的中亚,以及处于四镇之地的西亚,东欧比起来。 不知又舒服多少倍,你看历史上在十字路口发展起来的文明,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希腊文明,那个又不是因为处在十字路口而衰落,而东亚则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躲过了数次浩劫。 古代文明,日本作为华夏文明的此生文明幸运的保存了下来,而俄罗斯则是在蒙古人和突厥人糟蹋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多民族融合体。 所以俄罗斯的民族数量达到了一百九十多个之多,但他们的人口发展却因为不稳定的环境,而人人干不山东亚,而地球上还有一个奇葩的大陆,他们的领土不到我国的三分之一, 人口确实比我国目前两国人口数量已经相差不到一亿了,这个大陆名字叫印度,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文TT 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